再來看這個溫馨的場面 下個星期天就是母親節了 家福基金會今天就舉辦了自強母親表揚大會 但是有不少家庭感謝的對象 已經不只是媽媽 有的是單親爸爸 有的呢 則是阿嬤 我們就來看在南投的這個阿嬤 她因為女兒中風 必須要獨自撫養三位孫女 她的樂觀感動了許多人 小村民一想到阿嬤的辛勞 忍不住流下眼淚 而像秀妹阿嬤一樣辛苦的 還有其他二十二位自強母親 其中有十八位都是單親家庭 子女藉著表揚大會 向母親還有阿嬤送花奉茶 對媽媽說聲謝謝我愛你